下一步的白鋪 雖然說6月的 不過對近年 長年來多見 白鋪的議論是由往年窮起的路上天天 南韓南鋪早在說都沒有6月 據說金吉普緊閉出了幾行 一百空六年 昨天和金吉普在會經濟因編修組的 提起拜工作編議 因爭相求一切 三年來和新年的議論爭奏 不過會比較少 據說母親憲明的6月 三年醫師 國雄鐵器出了驚嚇 T1結團的衍遂 看到核酸流量 它有下降的趨勢 所以我們決定了 目前採取第一階段限水的措施 主要也是一個位於抽毛一個作業 除了南鋪十六五六 白鋪的消滅水庫 主要只有全都百分之四十六點六百 處理處說次三月初日起序 是時體積改團繁蓄以來 上百太少百分之二點七的強水量 國家台北次來是思念處 調徒飛翠水庫 提供半身體系的中序 當年太少六十萬噸 同時入獄公圈 加兩萬元 來鼓勵民眾 心強投動我 次念休閡 到除白基金如日前 七百六十萬噸的關卡容許 大概這個插秧率大概是兩成到五成五 五成五之間 換句話說還在完成月底之前完成插秧之前 還有比較大的農業用水的這個需求 中期中休日子三四年的日式 有比較少 處理處境包含出口供應器 上學好過美基金有百分之二以上 國家人工操職 投足提起三年代金錢 暫時沒有任何暗示 卡卡新聞 康賢 劉文輝 台北報導